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斐吉禄和黑魔奇尼 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 这应该也是保罗的最后一个文字 给世人的 给教会的 保罗的年龄并不大 但是他这次是被尼罗判处死刑 当然都是委屈的 他在重生得救以后 就不断地侍奉这位主 传扬这位主 尽心接力 那么现在他说 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 亚细亚又是保罗最早开始工作的地方 很多人 很多教会 都是蒙了保罗的传福音而认识耶稣的 他花很多心血 心力 但是现在呢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 你花那么多的心血 那么多的力气 结果好像没有达到目的 人家还不要你 这种事情会有的 我很不喜欢在那里述说 我受的委屈 我总希望我能够常常述说 主给我的恩典 美国有一个步道家 也是哲学家 也是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产生 新教徒已经去了 他为教会附上很多的心血 他也带来大复兴 但是他后来居然被教会踢出去了 被教会踢出去了 被朋友误解了 被朋友伤害了 被教会里面的人说这说那 这个不是太稀奇的事 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 我们在旧约也可以看到 常常最应该得到帮助的 得到很多的痛苦 约瑟最大伤害他的人 是他的哥哥 那么大卫 他的爸爸 有一点伤害他的情形 因为当撒木尔到他们家 要高一位 他的儿子做王的时候 居然他没有去 他爸叫他出去牧羊 他的哥哥对他也不算好 当 格丽亚在那里 骂朕的时候 大卫送粮食 送吃的去的时候 问了一下 怎么没有人跟格丽亚作战呢 他哥哥就非常火大 把他骂了一顿 他的太太对他恐怕也不够好 大卫最爱的是米甲 这是很早就认识的 是至爱的 可是因为米甲和大卫的信仰不一样 大卫为了信仰太激烈了 米甲就后来跟大卫翻脸了 大卫的儿子对他也不好 儿子好几个死于非命 因为造父亲的反 好几个把大卫家族的事情 都弄得很难听 他儿子对他不好 他的上司对他不好 他只有一个人对他好 约拿丹 可是约拿丹死了 摩西其实也是 照斯蒂帆讲 以色列人就是有这种反骨 凡是上帝派到你们那里来的好人 你们都要逼迫 都要杀害 我们基督徒也不缺乏这种例子 那么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 那么保罗在亚西亚做了好多的工作 但是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 离弃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被关在监狱里面 这不是保罗第一次进监狱了 是他最后一次 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 那是一个地牢 很不好的 监狱也有不同等级的 监狱也有好一点和坏一点 他这是很坏的地方 失气很重 对他这个老人家很不好 可是没有人来关心他 亚西亚的人在他落井的时候 恐怕还下了石 好 这个人 他在说人家离弃他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 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个人 各位 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这些事的 我们从一生下来就开始面对这些事 我们一生下来就是往死亡走 我们如果盟主的拣选 听了福音 相信了基督 加入了教会 那是非常好 但是教会里面 我们也常常好像受伤害 我自己鼓励大家 多记得神借着人 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 不要计算 不要背诵那些恶 那些不好的事 他就告诉提摩泰 他那个书信的方式 我们不必讲了一节二节 这很普遍 第三节也是保罗写信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卷头语 我感谢神 我常常说 美国有感恩节 真是美国很大的荣耀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其他的民族 国家 另一个日子 这一天是感恩的 上帝对我们恩典很丰富 那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 也在凡事上 谢恩是了不起的 是主的恩典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 所侍奉的神 这位神 很丰富 很多方式 可以来描述他 我感谢神 就是那救我脱离 死亡的神 我感谢神 就是那赦免我一切过犯的神 我感谢神 就是差遣他的儿子 就是差遣他的圣灵 给我的神 他都可以讲 他说我感谢神 这个神 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良心 所侍奉的神 侍奉上帝 其实就是每一件事 我们尤其是鼓励大家 不要觉得在教会里面 宪师 读经 祷告 或者讲道 才叫服事 我们希望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件工作 即使是世俗的工作 我们都有那种 我在服事神的心 就感谢 而且做得仔细 我的良心 在服事的时候 是一个清洁的 不定罪的 蒙恩的 我接续祖先 不是我一个人 这条线 一直传下来 一条线是耶稣的家谱 从亚伯拉罕开始 一条线是大卫的家谱 从大卫开始 其实这两条线 最后是一条线 这是一个线 好几次 差一点被魔鬼剪断了 还有一条线 我们教会是一条线 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或者是我们从亚当开始都可以讲 历史历代上帝所拣选的儿女 都在其中 我们在跟所有的圣徒 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 侍奉我们的上帝 我们接续祖先 我们不是逃走的人 我们是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传统里面 我们在侍奉主 我在侍奉主的时候 保罗说 我不住地祷告 不住地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 一个人有清洁的良心 是有福气的 他不被控告 他知道他是诚实的 一个人有关爱的对象 是有福的 而这个爱不是一个自私的爱 我常常觉得 保罗是我一个 很好的榜样和提醒 可惜我始终没有做得很好 就是保罗对人真是有爱 他没有去过罗马的教会 你看他写罗马书最后一章 罗马教会的状况 他很清楚 他很爱神的家 很关心神的家 这样是有福的 当一个人为了爱人 而付出的时候 一个人为了正直 善良而付出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的辛苦和艰难 但是那是有福的 神会纪念 我们也会纪念 而保罗在这个时候 关心提摩泰 他讲提摩泰 第一个是纪念他的眼泪 提摩泰爱哭 提摩泰很懦弱 提摩泰很脆弱 你看第六节 为此我提醒你 就是提摩泰有需要被提醒的地方 要把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 提摩泰大概也冷淡了 第八节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诅咒见证为此 好像提摩泰会以此为此一样 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 刚强起来 提摩泰是一个软弱的人 提摩泰要接棒的 但他实在不像一个接棒者 亚西亚的人都撇弃我了 提摩泰你又这么软弱 但是各位 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 我们当然希望每个教会都坚强 但是如果每个教会都软弱 都衰败 到最后没有人信耶稣了 这个地球上没有人信耶稣了 各位一点也不妨碍 这个世界仍然是上帝管的 上帝爱的 上帝拯救的 上帝审判的 没有什么能够打击 我们上帝永恒的旨意 我们为此就感谢 我们为此就能够 欢欢喜喜的 即使是在被离弃的状况中 也欢喜 也能够祷告 也能够满心快乐 我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纪念提摩泰的眼泪 他很伤心 需要保罗去那里 让他不要伤心 得到医治 你要知道 不管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信主 我们有一个共同一致的东西 就是信 我们的信条 我们的信仰 在圣经里面讲信 很注重主观的部分 我信神 重点在 我有种强烈的爱神 依靠他的心 我信神 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 侧重的地方 我信神 重点不是 我有多强烈的爱意 我信神是 我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通常神学家容易犯这个错误 他的信是信经 是信条 缺少一点内心的火热 那我们平信主 有的时候的错误是 我们对神有一股主观的火热 但是 他是什么样的神 我们并不太确定 圣经里这两个都要肯定 我们对主的信 是有很多的聪明智慧的 不是像迷信的 我们信神 也有很强烈的感情 不是没有感情的 那么当我们侍奉主 把这个信仰一直传下去的时候 保罗说你要勇敢 他不再说 别人都离弃我 各位 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求主让我们始终不忘 非常坚定地记得 主的恩惠和慈爱 借着人给我们的 借着教会给我们的 人对我们的伤害 除非有特别的意义 像保罗提醒提摩泰 否则我们应该照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 爱不计算人的恶 原文没有人的两个字 爱不计算恶 不去想这些恶 多想善 并不是说我们变傻瓜 而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是上帝爱我们 我们的信仰是神的刀不被捆绑 我们的信仰是神爱他的教会 我们焉可不爱神所爱的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心 不只是很喜欢一起唱歌 不只是很喜欢一起吃东西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爱教会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以为主做见证为荣 我们不以那些为主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所有的弟兄姐妹 为福音同受苦难 是保罗是用了同受苦难 但我也要说 我们同享荣耀 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保罗又回到他最老的福音 音信称义的福音 他跟提摩太讲的时候 他再一次提到 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 神救了我们 以圣招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我们还没出生呢 我们连影子都还没有 我们父亲 我们高祖父的影子都还没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神就在一切之前 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这个恩典 我们的恩典不会失去 因为神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 我们领受这恩典是不配的 我们是罪人 把他的儿子钉死了 拒绝他 但是我们的主 就是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能够被赦免 得洗净 来服侍他 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 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了 很遗憾 犹太人虽然很尊重旧约圣经 但他没有看到 旧约圣经里面的基督 所以使徒们说 犹太人看不懂圣经 各位我们要看那种圣经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看那种人生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 这位上帝对我们的丰富和美好 以至于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 有盼望的人 以至于 如果我们现在处境 是冤枉被关在监狱里 而且等着被砍头 而且没有一个人来关心我 保罗说 提摩太 你要刚强壮的 我们当然希望教会强壮 我们当然希望教会有爱心 但是有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教会是软弱 是败坏的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依靠那永不改变的上帝 但是付出就在教会里面付出 我说过好多次 我们信上帝 这个理所当然 他那么伟大 我们信耶稣 这理所当然 他那么慈爱 我们信教会 使徒信经里有这句话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教会那么烂 怎么样我们信呢 教会那么烂 但是上帝把他的丰富 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享受到主 我们相信所有的苦难 都不会白受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 我为这福音 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因为我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我深信 他能够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保罗在等死 保罗在等死当中 被他所爱的教会 抛弃忘记 当然不是所有的 这是在亚西亚的 但他的确在亚西亚的教会 费上了很多的心力 这个你们现在 有些旅行社 伴保罗行踪 你还可以看得到 在这么多的艰难中 我吩咐你 你不要以 做福音的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 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 同受苦难 而且当我们 受这苦难的时候 我们是把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表明出来 我们会辛苦 但是我们传扬的是 真实的福音 我们会辛苦 但是这是唯一能够 流传到永远的 十三节 你从我听的那 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 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圣经上 保罗耶稣都提醒过这个事 你小心 不要让你的赏赐 被夺去了 耶稣也说 当最后审判的时候 主人说这句话 夺走他的一千 给那有五千的 耶稣怎么会讲 这个夺这个字 为什么 那个没有好好 侍奉上帝的人 要把他的一千银子 夺走 为什么要夺走 当圣经上 说你要小心 免得有人夺去你的赏赐 那个夺 我觉得就是 上帝的仆人 没有好好地 侍奉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把 给他仆人的那一份 拿走了 夺去他的 给那已经有的 我很遗憾地说 但是我觉得 这是圣经里 非常清楚的一句话 也是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基督教 就某个意义来讲 在我们讲到 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不是雪中送炭的 我们是锦上添花的 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意思 根据就是耶稣说的 凡有的还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 一个人在教会里面 他信主了以后 他追求 他可慕 他还享受 神界的弟兄姐妹 给他恩典 他有 他领受了福音 他有 然后他又继续地 希望更多地 接触到这福音的好处 他可慕 他追求 他想要多在灵里面长进 他想要多结圣灵的果子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但是有人对主 没有什么感恩 没有什么喜悦 对他的赦罪的恩典 不觉得什么 恐怕再过一两年 连他残存的一点 对上帝的信心 都没有了 教会里面的确有这种情形 而且很普遍 我们所有的越来越丰富 而我们的丰富 如果叫我们更加感恩 谦卑受教 愿意跟人分享 主还会多给我们 但是主给我们的一点点 我们越来越浪费掉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 我的意思是 勉励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个人都从 恶性循环中 跳到善性的循环 不要因为自己 不爱主 远离主 就更加的 不想听主的事情 那你就更没有爱主的心 就更不认识主 就更没有爱主的心 就更不认识主 希望我们 对主的服事 追求 可慕 让我们觉得 这是蛮喜乐的 我们就继续追求 就更加丰富 保罗的生活 很多圣徒生活 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人离弃真道 有人对教会不好 但是我们站在主里面 十五节 凡在亚细亚的人 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斐吉禄 和黑摩西尼 这是恶劣人的名单 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 愿主怜悯 阿尼瑟夫 一家的人 不是一个 他们全家都是这样 因他屡次使我畅快 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 殷勤地找我 并且找着了 我不知道 在罗马那个时候 要找一个犯人 多么的难 我看那个电影里面 好像罗马的监狱里面 有的是 没有那个名单的 就放在最底下 那个楼层 阿尼瑟夫 找保罗 找 而且找到了 愿主使他在那日 在审判的时候 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福所怎样 多多的服侍我 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们真是感谢主 在教会里面 还是有爱主的人 虽然别人都把你丢弃了 主却不丢弃你 有这样的人 而且我们希望越来越多 我们希望 我们因为弟兄姐妹的 美好的部分 圣灵让我们 牢牢的守着 神给我们的恩典 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 但是有人对我这么好 我们就求主 让我们不做亚细亚的 离弃别人的人 我们有这个丰富的恩典 我们怎么可以离弃 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是神丰富恩典 赎回来的 我们怎么能离弃 我们要更积极刚强 在有人离弃你的时候 在教会很忘恩负义的时候 在人做得不对的时候 你想到主的恩典 这个恩典也包括其他 做得很好的弟兄姐妹 提摩泰需要克服这个困难 特别需要克服的 就是他个性上的软弱 二章一节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 刚强起来 要勇敢 要刚强 传福音 不要怕 侍奉神 不要怕 刚强起来 我们凡事都不能做 但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行 刚强 壮胆 勇敢 一个有基督耶稣恩典的人 不只是一个和气的 笑嘻嘻的 温柔的人 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恩典上 刚强的人 也像好几种人 这个我们跳到第三节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金兵 这句话讲得好像不太对 你要和我同心作战 好像耶稣基督的金兵 这就比较合理了 因为 如果你要像一个基督金兵 你应该是一个会打仗的人 保罗会打仗 你要和我同上战场 你要和我一起打仗 打败敌人 但是保罗不讲 我们要一起打仗 你是基督金兵吗 所有人在那个时候 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都知道 罗马是金兵 罗马那么强大 就是罗马军团太厉害了 罗马军团太厉害 因为百夫长太厉害了 罗马的那个军队的那个制度 在没有腐化的时候 真是很棒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金兵 可能他也想到 罗马的哪个金兵 哪个军团最棒 但是他是从苦难来讲 罗马军团能够无敌天下 因为他平常的训练 非常痛苦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我们要和罗马的军团一样 受很多的磨练 这是像基督耶稣的金兵 然后第四节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不要将事物缠身 我想也不是说 我们跟世界断绝关系 就是你在军队这个地方 你就好好地学习 上帝要给你的功课 你要叫那招你当兵的人喜悦 第五节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 我也没有办法想象 保罗对基督徒的描述 有这一条 我们回想一下 我常常讲这些 基督徒像什么 基督徒像羊 基督徒像什么 灵巧像蛇 寻粮像鸽子 这是一些动物 基督徒像狮子一样凶猛 基督徒像蛇一样的灵活 基督徒像一棵树 基督徒像一个果园 基督徒像一个中心的管家 基督徒像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 我想这里 保罗在讲什么 保罗在提醒提摩泰 前面讲不要将事物缠身 你就想你在好好的服侍上帝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 我觉得跟上文连在一起 基督徒要愿意承受 上帝给我们的训练 规矩 我们要按着上帝 给我们的规矩来度日 我们求主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 好好的依靠上帝 好好的跟上帝的教会 有美好的关系 当关系不好的时候 当有些教会 离弃我们的时候 对不起我们的时候 我们求主让我们想到 如果我能成为 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多好 主你帮助我 去寻找 失踪的保罗 我们每个人 都会想到 寻找迷失的羊 这里是寻找 不知道在哪里的牧羊人 各位总之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要做事 我们都要继续积极地活下去 我们千万不要离弃 当保护的人 如果我们也能够去 多有一点爱 关心那些 有困难的人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 像保罗一样 像很多属灵的伟人一样 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 我们表现的是基督的精兵 好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怜悯 我们多么的希望 自己是基督的精兵 我们多么希望 我们是能够得到 许多收成的劳力的农夫 我们希望 我们有许多的能力 而能够积极地去 做主的工作 我们求主让我们想到 当我们受这些苦难的时候 受这些艰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 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 得胜 求主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让我们走在得胜的路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